最近铁铁们点拨的棋局都挺奢侈啊 这一盘是由白话苍松发来的 1999年中式股份杯向其年度总决赛 红方许银川黑方胡四令 99年胡四令54岁 许仙24正值巅峰 结果如何列位请看棋盘 今天中午的菜系是红烧刀鱼 自古顺炮那是必出名局 顺炮直局队缓开局黑方上马 许仙也跳马 四令台横距 红方挺齐兵 黑方亮距 红方两头蛇 对手双横距 顺炮走成这样还是挺少见的 红旗不是对手双距抢类 之后就可以考虑啊 四路距过河捉马了 许仙作为顶级高手 他是怎么处理的呢 左炮巡河 非常值得学习 胡四令不管还是进鞠 红方右马跳上来 踩鞠 刚才走巡河炮 就是为了这个 黑方平一步捉马 红方卸掉中炮 打鞠 得管 然后再补向 宝马 这棋调整得非常到位 子子生根 丝毫没有弱点 此时胡四令进中阻 红方马后藏鞠 给他伸根 然后进炮打死鞠啊 黑方干掉中兵 你要是还打鞠 那我就炮击中士 白简 这红方不合适啊 打鞠不行 那踩炮也没啥意思呀 黑方又吃了呗 吃完还有抓炮的先生 许仙这里走一招 进鞠抓足 足过河就打掉 当时黑方马三进武 要吃足了呢 黑方就打鞠 到时红方可能会对子 形成一个简化 许仙不干 先把鞠撤回来 黑方中炮受攻了啊 马踩着鞠砍着 他平开 许仙左炮过河打马 这又是先手 他被两位大汉攻击着 往回倒 红方打掉交换 把这鞠引走 是为了下一步跳马过河 踩鞠啊 黑方是鞠三平六 他俩一联手 变成了有根鞠炮 红方不敢吃足了啊 到时候打掉 白丢 曲线 亮鞠 胡思琳浸泡打马脱身 吃鞠换掉 红方逃马 他俩继续换 中足过河 鞠马炮对鞠马炮 黑方多过河足 但家里的马没上来 算军事吧 此时许仙左鞠往上抬 既可以抽中足 未来有没有可能 捉双啊 胡思琳退炮 中足给你了 我要打兵 红方不干 不干黑方就冲下去 红方进马吃足 射下飞刀 来吧 列位 看一看 如果说一不小心把中相拱了 那就崩了 红方回马登居 同时挂脚 黑方只能先退家防守 挂脚人能电 红方别着急 这里要借抓炮之际 调整鞠位 黑方躲开 红旗把鞠放在中间 注意啊 这可不是吃足 挂脚就绝杀了 双僵 关键吧 黑方还不能补试 补哪个红方都是挂脚 这中式动不了啊 丢鞠了吧 再看看 那他要是补相呢 补相呢 就是说来炮架了 红方可以先打下马考验 他往哪儿跳 感觉都不太好啊 你说往前跳 那红方也跳 既可以踩中相 又可以吃马 你用鞠勘呢 红方套个炮 丢死了吗 那咱们换个位置 他若往回跳 红方有事骑啊 下底炮将 不是 再平鞠呗 一会分鞭炮 下底鞠 这马也在这 三子归鞭呐 这骑守不住了 黑方的鞠马在背面 好看这里 红方进马吃足 刚刚讲了一个飞刀 黑方不敢拱向 否则回马一登居就坏了 现场胡思琳 不是 这个队啊 红方许先送兵 这又是个雷啊 如果吃红方杀过来捉马 如果往回到 那红方就退炮串打 拱向红方就吃炮呗 他如果对桌 那红方就砍炮 你也不敢吃马呀 这平炮怎么办 身后的象被打死了 要咱换一种吧 这马如果往前跳呢 实话实说更惨 至少丢鞠 红方会砍向 落势 回马登居 你要是敢躲 红方挂脚 上将 来上天 平居看马叫杀 再来一泡就完事 你回马根本看不住 红方闪开呗 还是无减 刚才研究了 这个宋兵啊 黑方是不敢吃的 现场拱向 红方吃足 黑方平居抓炮 红方平炮吃足 对子 胡思令 还架中炮 摆出铁门栓的阵势 同时也是考验对手 因为这个泡苗底下呢 敢不敢打 现场没打 许仙太稳了 咱们来看一下 如果吃将 黑方会进马 眼看过河 你怎么整 你不能平局 这边杀着呢 想阻止 唯有回马 让他走不到 这个绝佳的位置 黑方不要着急去踩兵 你踩的出老帅了 先下底一架 把局勾回来 这不又堵住了吗 黑方在掉头捉马 红方不能回马踩炮 黑方进马一别 他就过河了 到时候控制不住 红方只能是平兵保马 黑方在回马踩兵 红方你抓炮也没用 他吃完兵刚好保炮 这个棋呢 是黑方占据主动 红方抱下 回到实战 胡思令平炮 考验对手是否会打相 许仙太晚了 他不吃 直接出老帅 这回就可以打相了 而且你如果再跳嘛 红方可以平局抓了 不是铁门抓了 黑方不向 红方平炮 别向腿 要冲下去 这里是转折点 黑方应该退炮 不让红方冲兵 同时打通鞠路 现场强行运子 要过河是吧 红方心说 我没必要用鞠抓了 把兵往左一横 用炮看住这个点 黑方没法过河 之后从这里一抓 这马就差不多了 胡思令也明白了 我这招跳马有问题 但如果我现在逃 这也不好走啊 红方什么近局 别向腿啊 踩中向 你要是飞开呢 红方再过兵 算了不跳了 给你了 他平炮 红方捉死马 这里我觉得 还是先停一下 不能着急 那假设黑方后悔了 想保马 还能不能保住呢 首先你退炮不行啊 红方平平拱 那你如果平拘呢 红方可以进马去踩 黑方不能称势啊 这边挂脚再杀势就完了 如果退炮 刊马 那红方就双兵过河 黑方也没骑走 只能说是砍个象 那红方就换马 用什么吃都无所谓 就这个残局来说 红方必胜 这双兵过河呀 先躲开一个 现在还打着鞭足 躲炮呢 红方冲下去 还是打炮三饼 没准还四个 看来这不行 这里当红方捉马的时候 黑方是该走啥走啥 下底将 上帅 再将 这老帅不能瞎躲啊 只能后退 不能上天 如果上来 黑方退居 你没有时间吃马 这是个杀起 那你说我落相 落相 黑方就宝马了 你说我现在去踩 黑方可以吃兵捉炮啊 这就完全不同了 有可能和齐了 这个老帅 只能是后退啊 黑方下底炮僵 落相 杀掉中士 红方还是踩马 保不住了 直接送死 红方打掉 平局抓炮 这马还是有些作用的 平炮 杀士 上帅 关键再怎么折腾 也是单局寡炮啊 正所谓巧妇 难为五米之吹 将军难打 无兵之战呢 人少确实没辙 目前黑方抓着兵 他没吃 吃完怕对手去抓炮 到时候回不了家 先撤回来 这龟嘎是龟嘎了 但好像也不行 红方平兵 现在就算是炮换马 也是合不了 退局 双兵过河 抓中兵 让开 冲锁 退个老帅 抓兵 对手平炮打向 飞开 红方冲锋 吃兵 力中炮 小卒过河 太慢了 红旗回马进枪 黑方平局 红方弃马叫杀 一招 毕毕 胡思琳投了 右侧有钓鱼马 左侧有铁门栓 杀底势 老将出不来 想解杀就得退炮 你就白丢了呗 这还咋下了 感谢列位的收看 关注点赞 下期再见